修罗武神 第6122章 征服众人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踏入那气韵圣境所造的世界后 白李子灵并未前行 反而立刻停了下来 有御宗的人还以为 白李子灵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 还纷纷暗中传音 主委不必提示我 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白李子灵忽然凝声说道 而他的这句话 也是让原本担心的御宗众人 纷纷闭上了嘴巴 实际上 白李子灵确实看不到具体的路线 但他也并非不知该往哪里走 他停下来观察 只是在将此地情况 与剑木白进行交流沟通 是等着剑木白进行判断 很快 白李子灵便有了反应 直奔面前的丛林飞奔而去 然而 刚刚踏入丛林 那丛林便开始变化 同时 一股强大的束缚力从天而降 使得白李子灵无法遇空飞行 那片丛林 儼然变成了一座迷宫 将白李子灵困在其中 但白李子灵丝毫不慌 甚至都未曾出手去 强行轰出一条大路 反而是以一种奇怪的路径 在那丛林内行走 白李子灵对此地的理解这么深吗 龙三道长眉头微皱 他看得出来 白李子灵不强行动用手段 去开辟一条道路 是正确的 那阵法的力量很强 那些丛林根本无法毁坏 武力行不通 需要破解迷宫才行 而他惊叹的 不只是白李子灵看穿了这些 而是白李子灵 已经知道如何破解 他那看似奇怪的行走轨迹 应该就是破解之法 老三 这你还看不出来 老二道长笑了笑 玄机说道 结界之术 也是讲求境界的 他的境界这么弱 就算当时天赋 最强的楚风小友 在他这个境界 也不可能这么轻松 应对这等困境 这白李子灵 分明就是 背后有人指点 他就只是按照指点行事罢了 难怪楚风小友说他傀儡 这不是傀儡 又是什么 龙二道长这番话 可不是暗中传音 而是当众说出 要知道 龙二道长 可是真龙巅峰界灵师 所以他的话 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 自然也是 引起了人们的议论 你胡说什么 然而他此话一出 立刻引来了 狱宗一位狱将的怒斥 同时 无数道冷冽的目光 也是自四面八方 凝聚而来 可龙二道长 却丝毫不慌 怎么 正常讨论都不行吗 深正不怕影子歪 若是心中有底气 也不怕别人说 龙二道长说道 就是 其他几位道长 也是纷纷附和 唯有龙一道长 没有说话 但他那个表情 若是狱宗动手 他也绝不客气 他们早就听闻 狱宗与楚风的恩怨 他们今日来这里 就是为楚风撑腰的 这也是 为何他们要当众 说这些的原因 你们有意引导舆论 这是污蔑 又有其他狱将说道 引导舆论 此时 一声冷笑响起 不是图腾九道的任何一人 而是欧阳空宇 先前楚风小友没来的时候 你们狱宗那般诋毁 可算引导议论 怎么 只许你们说别人 不许别人说你们狱宗 欧阳空宇说话的时候 目光一直盯着世界中心 都为正视狱宗之人 但嘴角却带着轻面 你 狱宗众位高手虽然不爽 可一时之间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毕竟那位 可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存在 随他们讲 无需与他们理论 忽然 一道响亮的声音响彻 乃是吉莫千周 羞武世界 向来圣者为王败者寇 带得百里子灵挑战成功 获得气韵圣进的最终力量 究竟谁是真材实料 世人心中自有定数 吉莫千周说道 其实他心中也非常不爽 可狱宗毕竟再给世人 营造一个正义之师的形象 自然不能太过霸道 况且眼下的局势 若真的打起来 狱宗也会损失惨重 根本就是得不偿失 成功了 好厉害啊 很快 浩瀚人海都目露惊叹 因为百里子灵 已经从贡自那丛林之内走出 走出之后 百里子灵并未继续前行 而是站在原地 将手中那石碑阵法凝聚而成的黑色长剑 立于胸前 左手捏动法掘 哄 下一刻 那片丛林树木摇晃 竟有无数道绿色光点 宛如道飞的流星雨 最终落入百里子灵手中的黑色长剑之中 那 那是什么 小辈们眼中 只有不解与好奇 应该是 某种特别的力量 老一辈们 也是猜不透 但却能够看出那力量另有玄机 接下来 百里子灵并没有直奔气运圣静的方向前行 反而开始绕路 无论是沼泽 还是湖泊 又或荒漠 只要是一块固定的地形 那其实都是一座独特的阵法 有强大的妖物 也有机关陷阱 但无论是正面展现的危机 又或是暗藏的危险 都是极难的 起初人们 还觉得百里子灵 有那么强的助力大震在身 挑战轻轻松松 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 那力量尽不足以应对挑战 还要有足够的脑子和判断力才行 总之 每一次新的关卡拦在前方时 就连老一辈都想不到应对之法 就别说小辈们了 可百里子灵 总能快速解决 一击致命 干净利落 所以 伴随百里子灵 一关一关地过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对百里子灵产生敬佩之意 每过一关 天地间都会响彻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可不只是御宗的人 更多的 其实是为官之人 吉莫千周的话很对 自古以来 胜者为王败者扣 人们只会被强者所征服 而百里子灵 正在用他的行动和能力 征服众人 此刻 百里子灵 已经子灵面对的 乃是数百只 高达数十万米的石头巨兽 每一个巨兽的气息 都达到了天神境 并且那些石头巨兽 还能布置阵法 最主要的是 这些石头巨兽还能重生 根本杀不死 围观之人 都替百里子灵捏了一把冷汗 不知这样的局面 要如何破解 可百里子灵 却始终风轻云淡 在石头巨兽之中 闪转藤魔 突然一箭斩下 一只石头巨兽头颅飞出后 所有石头巨兽 也都烟消云散 人们才意识到 原来那些石头巨兽 虽说力量是真实的 可形态却是虚假的 若是正常斩杀 它们可以无限重生 但只要寻找到真正的那只 便能解决一切 太强了 它这么快就看穿了吗 看穿很简单 但如何找出来 才是最难的 这是 何等观察力啊 这一刻 震耳欲聋的欢呼 再度响彻天地 大家都对百里子灵赞不绝口 而百里子灵 也很享受这种夸赞 他捏动法觉 又有强大的力量 融入他手中那黑剑之中 但并未继续动身 而是回头望向楚风的方向 始终不肯动身 是想偷学我的破阵方法吗 没用的 这阵法每一次的应对方式 都是不同 你学不到 只是 楚风根本没有理会 就像是没听到一样 可百里子灵很清楚 楚风一定能够听到她的话 正因如此 才让百里子灵很是不爽 本章完 感谢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